各位早上好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因为我吃了Cell Joy Go 大概是一个月 其实我这个问题 应该是只有我的上线 或者一些比较熟悉的旁线 知道我这个问题 就是我从中学开始 其实我很活跃 很多sports 很多运动 但是我是 这个状况其实是从小学就开始 因为小学有一次的很严重的意外 就是大概是一层楼高的 那个楼梯就一直下到来 我有一次滑倒 我滑倒从第一级就滑倒 然后我下楼梯是用屁股下的 所以我是坐着下 一直坐到楼下去 那时候不以为然 因为那时候是整个脊椎 就整个硬掉呼吸不到 然后这个问题一直 不敢跟家人讲 到中学的时候 我就很活跃sports 但是每一次做完运动 我很喜欢打雨球那时候 我可以从一放学一直打到 晚上十点 就是大概是五六点一直打到 晚上十点 然后每一次回去都会觉得 哇很硬很痛 然后那时候完全不知道 是什么状况 只是用那个风雨挖擦 有时会拉到流眼泪 然后那时候年轻很快回复了 一下子就回复了 到大学的时候 家里人因为我的奶奶就生病 去照顾她的时候 要扛她 那时候就真的是发觉很严重了 照顾她一个礼拜过后 到有人要照顾我了 我就已经不能动了 然后可能要休息一个礼拜 那时候还是一个礼拜 就慢慢回复 但是过了过后 然后现在到我父亲生病的时候 我又将来照顾她的话 现在不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可以回复 我一痛的话 可能是要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才能回复 不管是我去做非修 然后每一次做非修的时候 至少要大概三百块 一个月做四四五次的话 我大概是两三千块就过去了 所以我做非修 我为什么做非修 是因为我那时候 真的是痛到不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我上线知道的 就是我那时候 刚刚接触爱康的时候 我来到爱康 那时候是痛到很严重的时候 是你们刚才有看到video吗 就是那个人坐下来不能直的 我就是这样 我坐着的时候 坐完 讲完话OK了 你看我OK了 但是我一上来是这样上了 然后我不能直的 然后我要这样 好像作息一样就 直了 但是还是很痛 然后你看到我是OK 但是每一天我都忍受着那个痛 是外面的人看不到了 所以这样的过程 到我去做非修 要大概花到两到三千块 每一个月 然后好了过后 只要我一个不小心 两三个月过后 我又会回来 然后我又要重新花个两三千块 去做非修 然后从来我也不敢吃止痛药了 吃痛到很严重 我也不吃止痛药 到我服用这个小脆钩的时候 就是大概在一个半月前 我开始服用 然后就我服用的时候 我就发觉 只要有点酸痛 但是那种酸痛 一般上我痛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害怕了 因为那个痛 它会越来越痛 然后痛止我一个月 但是现在 吃了这个小脆钩之后 我的痛症 哇 开始要来了 挂第三天 消失了 我那个痛 已经没有像以前 要会越来越痛到 我不能站起来 就像过去 我第一 前天 因为我去 因为下雨 我去派情帖的时候 然后我要照顾我妈妈 然后很多 我不小心又扭伤 那天 前天的时候 我真的是痛到 一下子 它痛到非常痛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了 然后 小脆钩我是照刺 然后我只是稍微的 做一点肥修 因为肥修也不能 做很大的动作 然后只是稍微 做一点肥修 第二天 小脆钩照样刺 早五碗 两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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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六粒 然后肥修 到今天第三天 我其实是已经没有再痛了 所以 她的肩效是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一个下线 五十多岁的马来阿姨 然后她的那个膝盖 从2011年 她就开始打针 就是那个玻尿酸 在打玻尿酸 每一年至少打两次 所以那边 每一次都花上千多块的 然后她打了过后 就发觉 但是过了两三个月 就是又是一拐一拐一拐 那她在吃这个 小脆钩过后呢 前天我才和她通WhatsApp 然后她就跟我讲 每一晚 她其实已经痛 是要通上 一个星期七天的话 她通上五天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会痛到醒 那种痛是会这样 每一次都有那个frequency 就是拉着拉着拉着 然后到醒 她不能睡 然后吃了小脆钩一个月 她是刚吃不久 就一个月的话 从一个礼拜痛五天 痛到剩两天 有时她讲根本没有痛 然后 来给小脆钩一个掌声 然后 她刚刚 所以她刚刚吃一个月过 现在 她说 希望我们 希望看到的improvement 她现在坐着 上来还是有一些问题 不过 她有在进展着 所以我 我还会继续follow up 看她的进展去到哪里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謝謝